人就是世界的主神 人就是自己的主神 北韓是世界上最神秘的国家之一 传说中只要打开Google微信图 就会发现平壤的高楼大厦大多靠近道路 而且呈现奇怪的弧形设计 就好像一道道屏风 围住背后不想让外人看见的地方 苹果新闻网前进屏壤 带你还原现场模样 马路旁的大楼看起来的确违反建筑厂里 镜头拉近一看 所有窗户紧闭歪歪斜斜 阳台也看不见任何摆设 好像根本没人居住 为了一窥北韩人的住宅 苹果想申请前进采访 却遭到拒绝 记者被带到距离平壤65公里外的样板民宅 是因为这里北韩领导人曾经来过 外观仅两层楼高 与平壤市区的大厦完全不同 屋内该有的基本摆设也都有 但仔细看 没插电的饮水机和一尘不染的地板 屋主真的住这里吗 我们不得而知 并且参访住宅竟要价300元人民币 女屋主全程在旁陪同 却一言不发 像一窥北韩神秘的住宅面纱 但唯一真实的 或许只有记者临走前 女屋主在屋前露出的那一抹微笑 加入考评一五会员 只要用脸书或是Google账号 就能一键注册 也可以用电话或email注册 现实免费 快来注册苹果新闻网 聊天